美国每周全部沦陷 马骨就走强了 金九银石 马骨会更有看头吗 今天马骨已经排在亚太地区的第二名 是否意味着马骨就业分会意外走强呢 大家好 欢迎来到谷歌讲我的栏目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马骨到底是反转还是反弹 以及新过年大蓝图呢 就业分会吵吗 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市场盘面 今天的情况呢是涨得比较可以的 就是已经恢复到了昨天的阴烛一半以上 目前也在牛道里边了 所以说这次跟前边几次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的点是什么地方呢 也就是说它前面是一样已经破掉 是吧破掉才起来的 这个破掉以后才起来的 这个是没破掉就起来 这样的话就代表它走强了 然后我们从周线角度来看 实际上目前还是个阴线 然后日线这边呢 MAC指标呢还在临路线以上 那今天前面再起的话容易出现金叉了 然后我们看到它的红柱呢 实际上一直在缩短的 这代表下降动能在减弱 我们来看一下60分钟啊 60分钟这边呢就 开始有一点恢复它的上升 但是下面没有吵架 所以说这个上升也很难持续 现在目前已经收了十次 是否意味着下午的前 一个60分钟出现阴线就不好了呢 突破中轨后边有回踩 回踩中轨不破 还是有希望在起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 行业这边啊 简单先看一下 行业这边是 Energy跟Healthcare领帐 Healthcare真的起了 Property呢出现反弹 包括这个Construction也出现反弹 那到底周边市场是怎么样的呢 实际上刚才我们谈到了 像马股的话 你看已经排在亚太股市的第二名 虽然涨的不多 但是说其他国家的股市应该比较差 是吧 尤其是中国市场 然后我们看跌最多的这个 跌最多的是创业版 跌了0.89 然后看一下 涨的比较多的是日本啊 马来西亚还有印尼 然后再看欧洲这边 欧洲这边也是涨少跌多 基本也是普遍下跌的 账比较多的是希腊 瑞典 跌比较多的是俄罗斯跟爱尔兰 昨天好像俄罗斯爱尔兰是领账的哦 美洲这边基本上是全部沦陷了 纳斯达克跌最少 然后道指跌最多 我们来看一下马来西亚的这个 分市走势 今天是你看震荡一路往上走的啊 所以说是相对偏强势一点的 如果说接下来呢 就继续向上啊 明天继续向上 说不定就要开始走一波新的上市行情了 从今天的盘面特征来看 属于正常的 上涨的股票425 下跌的是355 指数涨了5.78 降幅在0.4 这样的话属于正常的 上涨股票数量比下跌股票数量要多 同样 上涨行业比下跌行业数量也要多 上涨的行业是9个 下跌行业是4个 涨最多的是这个energy 然后是healthcare 跌比较多的是 frontation要跌0.44 接下来我们简单看一下这些行业走势 行业走势这边energy呢 因为近期有沙特跟俄罗斯呢 要延长这个减产的期限 所以说对市场的情况呢 有所刺激 最近大资金增仓也比较明显 所以也可能会掀起一波牛市 然后healthcare这边呢 目前呢就是高开高走啊 目前已经是突破到中轨了 但是下边依然是没有吵架的 如果说我们看一下 60分钟啊 也是没有的 所以说但是还是反弹罢了 property这边呢 就调了一天 今天有出现反弹 当然反弹比较弱啊 没有突破印度一半 不过下边的散户呢 就没有啊 外资还是实际上是减少的 Telecommunication这边呢 是经过两天下跌之后 又开始反弹了 但是反弹的时候依然没有吵架啊 依然是非常低的 Consumer这边呢 经过两天下跌之后 今天是高开高走 但是下边就外资有吵架 然后MACD这边还是空头排列 Construction呢 昨天就一下跌到重轨线了啊 然后今天就处于到重轨线反弹 这是很正常的 但是反弹不过一半的话 容易往下走 过了一半啊 过了这个印度一半 也就是180.75以上会安全一点 Transposition这边呢 就还是相当强势的 前面两天下跌的 刚好跌到重轨线 今天呢收重轨支撑 收了一根阳线 而且下面的外资有增仓 MACD指标呢 始终保持在零周线以上 说明是向上长期走的概率比较高 Utility这边呢 也是跌到重轨了 那今天出现了一个象征性的反弹 但是反弹不强 也没有突破印度一半 所以说到收盘 也还没有突破一半的话 就要注意明天继续跌的概率比较高 从MACD指标来看 那个死差了是吧 死差金差卖入死差卖出 实际上就可以了 Financial Service呢 目前能够的阴阳阴阳的这么一种格局 下面大资金呢在缓慢减少 MACD目前是胶着的状态 Technology这边呢 就目前回到中轨线了 回到中轨线以后 如果说没有跌破 收氧线还行 跌破了呢 就继续往下走了 Industry这边呢 昨天下跌 今天说十字 从大资金角度来看 还是高于这个机构创盘线的 但是只是说这个量呢 稍微小了一点 Race呢 今天继续打跌 那是好事啊 对于说个股来讲是好事 Fantation呢 就跌的比较多啊 今天还创了新低 而且下面的外资呢 已经到4.778 都不到5了 所以说 要注意一下风险 从下面的MACD指标来看 基本快没了 MACD指标呢 目前是空头排列 两条线都跌破了零轴 这个是关于行业的 我们讲这么多啊 那各国这边 今天涨幅超过10%的是18只 跌幅超过10%的是 13只 那这样来看的话 还是涨幅超过18%的多 比今天市场整体来讲 是属于正常的一种情况 不存在任何的倒挂 那今天涨的好的这些呢 就靠前边的就没有什么太多啊 都是一些烂股来的 三四一期啊 这个之前是有起的比较棒的啊 跌两天之后又起来了 所以说代表市场没有完全的跑鸡塔 是吧 多方还有商工的能力 今天涨了T.21 涨幅在 涨了涨了多少 涨了4分啊 涨幅在0.72 如果按照布林鑫来讲呢 实际上它是 触及到中轨没有过 刚好到中轨了 所以这个也是 重要支撑啊 然后呢 就7078 目前来讲有一点 低点抬高 高点抬高的意思啊 但资金这边没有 就做事确认 715是工业里边的一个 非常热门的一个股票 从突破那一天开始啊 现在已经涨了30%多了 实际上这个比例还挺高的 专家比例 文尔55 它这边呢是 前浪比后浪要高 但是 那仅限于说在 下面的大资金方面啊 但是各股方 这个 这个趋势方面啊 股价方面没有突破 嗯 其他的没有看到什么 特别好的品种 类似于像这个 7210是吧 也可以是吧 底部做了一个 杯形上来的 对不对 做了一高尔鞋上来的 下面的大资金 今天增长比较多的 啊 然后你看 它也可以 买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啊 中轨线 然后是73一 这也是工业股啊 最近仗的不错的 那今天晚上 我们实际上会讲什么呢 工业股里边仗的比较不错的 那到底工业股 就有一份会被炒作吗 然后以及哪些 类型的工业股最受益呢 今天晚上会 就这个2030NIWP概念股 来讲一下 接下来资本市场 要布局的是工业股吗 然后散户如何 买到最受益的工业股 如果说你想报名的话 回费压三 今天晚上八点 我们的课程是 会准时给大家讲解的 好吧 内容大概就是这些 如果觉得有帮助的 帮忙点赞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的